奥特曼记的朋友们 大家好 又到我小明 报新闻的时候了啦 那今天的这个美洲360 有什么内容呢 现在就让我带大家去一个一个去看 第一次新闻 这人是先说上个星期就正式发表的 新代 Lexus NX 这款车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啦 7 年才迎来这个换代 而且还是奔驰的 GLC 宝马的 X3 还有 Audi Q5 这一些主流豪华 SUV 的对手 所以 它有什么特别呢 新代的 Lexus NX 采用 TNGA 的 GAK 底盘打造而成 在外形上相比起上一代的 NX 是大了一些啦 而在外形上它就和之前所泄露的那个官图 长得如出一辙啦 所以这一方面我就不多说了 10 分的话 你会给这个外形几分呢 它的这个全新的设计有一个名堂 叫做 Tazuna Concept 首先 悬浮式的双连屏设计呢 就包含了一个 7 寸的数码仪表盘 以及 14 寸的主机显示屏 不过这个 14 寸原来是选配来的哦 它的标准版是 9.8 寸 然后这个主机也确认了 并没有 Lexus 之前那个不太好用的 mousepad 取而代之是被称为 Lexus Interface 的 一个触屏操作 并且支援无线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加上还有现今主流的声控功能 在这方面 它算是和它的德系对手们是一样的啦 此外 它的这个方向盘也确认是采用热感应的触控 还有就是这台车 这回也多了这个 Digital Key 手机也能成为钥匙 不过对我来说 最特别的还是 它拥有这个被称为 E-Letch 的电子侧门把手 而且它还结合了盲点侦测功能哦 等够在后方有来车的时候 不给你开门 够特别吧 这个 NX 也多了很多的氛围灯设计 还有这个 Lexus 最新的招牌车门式版 以及三种不同的双色色系内装 在 Fancy 这一块 我觉得它的 Cushion 程度是不输德系对手的啦 只是在这个中控台的设计上 感觉就好像没有降 Lexus 了哦 而在动力方面 这回原厂就公布了 这个新一代的 NX 拥有四种引擎配置 纯油的引擎方面有 2.5L 的 Dynamic Force 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全新的 2.4L 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涡轮增压引擎并没有之前传出的 300p 那不多 但是也有一个 275hp 还有 430Nm 的输出 也不错啦 这两者搭配的都是一个全新的 8速 Direct Shift 自拍变速箱 至于另外两具引擎 则是导入了 Hybrid 混合动力系统 包括首次出现于 Lexus 的 2.5L PHEV 插电式混动系统 那除了这个 2.4L Turbo 以外呢 其余三具引擎都有全驱版和全驱版 只不过这个 Hybrid 引擎的 All-Wheel Drive 是被称为 E4 它是透过后轴多出一具电动马达来组成这个全驱系统的 那从这样子的一个配置来看呢 我估计会来到马来西亚的版本呢 应该都是比较保守的这个 2.5L NA 还有 2.4L Turbo 了吧 少了上一代 NX 的这个 2.0L Turbo 的确没有那么的亲民 不过能买到 NX 的老板们 应该也不太会介意多出那 400cc 吧 毕竟 Mazda CX-5 都已经有 2.5L Turbo 了哦 接下来这一只新闻 也是 Toyota 的 那就是大改款的陆地巡堂舰 新一大的 Land Cruiser 终于正式发表了 现在就让我来带大家看看这个新一大的 Ninja King 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回这个大改款的 Land Cruiser 是有很多特点一下啦 首先它就采用了这个 TNGA 模组化平台里的 GAF 底盘打造而成 那这个 GAF 其实也是 Toyota 专门开发的一个非承载式底盘 专门为这个 Land Cruiser 而设的 首先它的这个车架就采用了特别的激光焊接的复合式钢材打造而成 在需要的部分就用上高强度的钢材 相比起以往的这个强化钢材 它除了比较纤细以外也轻了不少 至于在车体架构的部分 它也同样在重点的部分注入了 780-1180MPA 的高钢系钢材 并首次导入了特别的黏合技术来强化车身 加上以这个铝合金打造的车身部件不止让它的车身的钢性提升了 120% 那么多 整体的重量也成功减重了 200kg 很够力多一下喔 而且 Toyota 这回也把这个 Land Cruiser 的动力系统往下摆以及向后移 让它的车重比例变成 53.5%对于 46.5% 整体的比例是更加的好喔 可以预见的是这个新一代的 Land Cruiser 更加的好价 操控方面也会更加的好 而且这一回这个 Toyota 还导入了号称全球首创的 EKDSS 电子可变动态悬架系统 其实就是在这个车子的前后防晴杆上安装了一个类似电子absorber 的一个装置啦 它可以根据路面的状况来调整软硬 以提升操控性 舒适性 还有它的预演能力 那这一回这个新一代的 Land Cruiser 也更换了两具全新的这个引擎 第一具是取代 V8 的 3.5L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是 415PS 峰值扭力则是 650Nm 原厂也声称这一具引擎的起步表现还有整体的加速质感 是比上一代车型还要更好的 至于第二具引擎则是 3.3L 的柴油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拥有 309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 700Nm 那这两具引擎都是搭配全新的时速 Direct Shift 自排变速箱 而且这一回这个新车还具备了被称为 Multi-Terrain Select 的智能驾驶功能 它可以更通过这个地形来自行切换不同的驾驶模式 那讲到这个越野能力其实这一回新一代的 Land Cruiser 它不只拥有精心设计的这个 Oil Pan 能够倾斜的这个角度达到 45 度那么多 而且这具引擎它也加强了防水的密封性 保护所有的周边不见 让这一台车子它的涉水高度提升至 700mm 那么多 这一些设计的加持之下我相信它不只拥有很强的越野能力 在耐用性方面应该也很出色 当然作为一辆豪华的越野王 新一代的 Land Cruiser 自然是拥有许多的奢华和科技元素 首先上车迎来的是这个拥有记忆功能的电动座椅 以及电动方向盘调整 再来还有这个非常特别的指纹式 Push Start 哇这个真的是很科技啊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最新的悬浮式多媒体主机 它的这个界面有点像Lexus 而且这一回这个主机它支援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的手机互联工能 然后还有这个抬头显示器 以及被称为 Multi-Terrain Monitor 的全地形显示器 这个在你越野的时候是非常好用啦 因为它当你在进发的时候 它能够马上将周遭地区的图形即时 显示在你的这个主机屏幕上 而且角度非常广 比你是 Selfie 还要全方位无视角 而在豪华元素方面呢 这台车的第三排座椅 不只能够完全平整的收纳在地台之下 而且哦 它完全是电动操作 这你受得了吗 这一款车也搭载了最新的 Toyota Safety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它已经加了几个新功能 像是能够在白天以及黑夜侦测行人 以及能够在白天侦测到自行车的Sensor 加上还有这个紧急转向功能 这个功能是在你侦测到前方有障碍物 但是来不及停车刹车的时候呢 这个系统就会自动转向以避免意外的产生 哇 看来Toyota这一回真的是花尽心思来开发这一款 豪华硬派越野SUV 而且花了这么多年来开发 就算这一款新一代的Lang Cruiser 有那么多的电子系统 我相信它也就是可以非常的大汉 非常的耐用 几十年 第三则新闻 史上最帅的Kia SUV 来了 它就是 新一代的Kia Sportage 第五代的Sportage 采用了Kia最新的设计理念 它的车头拥有了这个被称为 Digital Tiger Face 的立体式水箱护照 设计很独特的这个LED头灯 以及 Boomerang回力标形状的这个日行灯设计 这个前连我觉得绝对可以用标新利益 颠覆想上来新闻了吧 在车色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身 也是非常的流线型 非常的锐利 而且还营造出一种浓烈的肌肉感 而在车尾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Kia Wave 它导入了这个时下流行的 贯穿式LEDwaiter 同时下方的这个保险感也是用了一个极具 越野气息的这个设计来呈现 整体的世界上不但科技感十足 而且还相当的运动化 而在内装方面呢也是很不一样 它采用了Kia最新的人体工学设计 主打极致的驾驶感 同时呢科技也是一大重点 首先它就拥有这个辨识度极高的 悬浮式双联屏设计 搭配蓝色的这个皮革方向盘 设计很独特的这个空调出风口 以及精致的空调显示面板 加上蓝白双色的这个设计呢 整体的这个中控台 我觉得可以用非常精致来形容 而且它拥有这个按钮式的电子排档件设计 整个内装的氛围我是觉得是相当的高尚的 那虽然说这一台车已经是发表了 但是Kia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公布这个新一代Sportage的动力配置 不过这一方面相信会和这个新一代的Hyundai Tucson 一样 拥有这个2.5L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1.6L 的涡轮这样引擎的配置可以选择 那随着我国的Kia 已经被Bramas 正式接手 相信这一个把 Mazda 搞得有声有色的代理 估计应该会很快手脚的 把这个新一代的 Sportage 带入俄国 你希望我国的这 Sportage 是搭载2.5NA 还是1.6 Turbo 的引擎呢? 不过我更好奇的是啦 到底 Sportage 这个字应该怎样念 Sportage 还是 Sportage 我们讲讲宝马 BMW 日前发表了这个小改款的 X3M 以及 X4M Competition 那在外形上它导入了这个更大的 黑色双胜水箱护照设计 并搭配更加锐利扁平的 LED 头灯组 而且这个 LED 头灯你还可以选配雷射大灯 加上熏黑色的尾灯 以及前后都非常具有侵略性的一个保险感设计呢 颜值可以算是提升了不少 那相比起普通版的 M 这个 Competition 车型太多了 碳纤维车顶 碳纤维的扭角后视镜 碳纤维的尾翼 以及专属的 M 运动化轮圈等轻量化的部件 至于在内装方面呢 可以继续看到拥有这个红色 M 驾驶模式的运动方向盘 占多个十足的 M 运动座椅 还有最新的 iDrive 7.0 多媒体娱乐主机 而且还是 M 版本的 它有一些专属的运动功能 不过小杆管改变的重点还是在这个代号 S58 的 3.0L 直列六缸双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这一回就导入了最新 M3 和 M4 的锻造轻量化驱轴 在扭力方面又再度提升了 输出方面大家可以参考旁边的这个列表 哇那其中这个 Competition 版本它的扭力就提升了 49Nm 那么多 很够力效哦 不止如此原厂也针对这个 8 速的 M Step Tronic 自排变速箱进行了优化 也让小杆管的 X3 M 以及 X4 M 的加速表现更加的快 零排加速分别是 3.9 秒和 3.7 秒 这么高大的一辆 SUV 加速竟然那么快 变态 那最后呢就来两则梦想篇的新闻好了 首先第一个是 Ferrari SF90 Spyder 登陆我国 这款号称地表最速敞篷车 也是法拉利首台使用 Hybrid 的混动超跑 它所搭载的是获奖无数的 3.9L V8 双涡轮增压引擎 并搭配由 3 具电动马达组合而成的 Hybrid 系统 综合马力达到了 1000 PS 那么多 风支扭力也拥有 900 Nm 并搭配拥有 F1 技术 以及电子差速器的 8 速双离合变速箱 0 摆加速只需要 2.5 秒 0-200 更是只需要 6.7 秒 性能比起 La Ferrari 还有 Enzo 这两款 Ferrari 自驾的限量版超跑还要更加的强 而且 SF90 它不只加速快 它的敞篷的开合速度也很快 只需要 14 秒就能完成这个打开或者是关闭的动作 并且在这个 45 公里的时速之下呢 它都能进行操作 不过这台车最特别的是 因为它是一台 Hybrid 所以这台千匹的 GIN 马 它其实是有一个被称为 E-Hybrid 的纯电模式 你可以无声无息 悄悄的走 悄悄的来 加上这台车它 Start 车的时候 其实也是可以选择没有生意的 所以你可以偷偷的出门都不会被发现 我估计这应该也是首款 可以这样子做的一个法拉里了 Ferrari XF90 Spider 在我国的售价是 2088000 蛮好的一个招头啦 那这个价格呢 其实是不包含税务 不包含选配以及保险 所有的官方版XF90 Spider 都可以享有由Nazza Italia所提供的 7年保固以及7年的免费保养配套 有兴趣的老板们 你们可以联络Nazza Italia 了解更多的详情 而在外国的部分呢 Bugatti 则是发表了最新的 Ciron Super Sport 它号称是升级版的Ciron Sport 也就是所谓的Sport Plus 在性能方面 这个Super Sport 已经是接近Bugatti 之前全球限量推出30台的 Ciron Super Sport 300 Plus 原厂也直接表示 这台车基本上就算是奢华版的 这个Super Sport 300 Plus 在外形上 这个Ciron Super Sport 也是拥有 为了更好的下压力 而加长的long tail车尾 另外因为这台车的车身 采用了大量的强化材质 也让这个Ciron Super Sport 它的整体的车重 比起Ciron Sport 还要轻了23公斤那么多 它搭载的是Bugatti著名的 8.0L W16 4VL 遮压引擎 并匹配7速的双力气变速箱 在速度方面 1600PS的马力 1600NL的峰值扭力 在马力方面 足足比Ciron Sport 多了100PS那么多 加速表现如何呢? 原厂宣称 0-200的加速只需要5.8秒 0-300的加速只需要12.1秒 而0-400的加速也比Ciron Sport 快了7% 440km per hour的一个变态等级 那也因为如此变态的性能呢 Michelin更是特地为这一款Hypercar 设计了专属的Pilot Sport Cup 2 性能胎 可以承受高达500km per hour的技术 这款号称奢华版的 Super Sport 300 Plus 的超级跑车 目前已经正式开卖 售价方面是390万美金 换算到来的话 大概是1600万令吉左右 如果有银行可以Loan一个1000年的话 我就买! OK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美洲360的所有内容 就不知道刚才我所说的这几款新车当中 你最喜欢哪一台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选择 如果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分享出去 然后可以的话也顺便告诉我 你们想要看什么内容 因为最近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在 不断尝试不同的内容呈现给大家 那在这段期间也希望大家 继续乖乖待在家里 收款我们的影片 一起把这个疫情压下来 让我们的这个前线人员可以早点休息 好啦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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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